我一直認為他的戰力是非常強的 你太緊張了 你就是會缺氧 你缺氧你就沒辦法想事情 你顧慮的東西太多了 幹嘛哭 你幹嘛哭 壓力太大了 又被弄哭了 我從來沒罵過你喔 學姐妹子 今天而已啦 今天而已 完了 我要被罵了 我被罵爆了 我要被罵爆 完蛋了 這一次是第三次的 就是外景跟露營 我們雖然是能力都很好 但是我們好像有發現 就是我們都不是那麼的細心 就是比起黑隊 他們有比我們更沉穩的人 所以我在 我覺得在這一部分 希望明天跟之後的關卡 就是我們要 耳朵要打開 然後聽 特别是Kid哥 因為他經驗值最豐富 聽他要跟我們說什麼 然後把新聞租下來 應該就可以溫溫的贏了 我們的隊長他變了 以前來的時候 我都覺得說 哇 只要跟Kid同一隊的話 壓力都很大 為什麼呢 因為一定要大家 把所有的力量都榨乾 可是我覺得他現在變了 我覺得他用的方法變了 他不斷的鼓勵 然後他也不斷的 在我們身上去看說 每一個人的特質跟特色 然後去分析 然後把我們放在 最對的這個棒次裡面 很開心就是我們從輸 然後到現在 好像有一點小小的逆轉 隊員的同心協力 然後一直不斷的在進步 要用寶特瓶把球頂 在水碗的時候 就有一點點小小的想說 天啊 我怎麼會扮成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花了很長的時間 然後也讓隊友 對我感到很失望 所以今天一直失望下來 到最後 我就哭了 還是要檢討一下剛剛 來 必須老實講 何美美做到那一頂 你講一下 你講一下 這不是記憶的問題 你知道嗎 這不是記憶的問題 不是 你知道我們剛剛講什麼 你就說用猜的 猜錯了 猜錯了 口一分 因為他們也有可能猜錯 對 你如果都沒有搶機會的話 我一直認為 他的戰力是非常高 你太緊張了 你就是會缺氧 你缺氧 你就沒辦法想事情 你顧慮的東西太多了 所以各位 我要很大的朋友 可以下次幫我們黃隊 準備一個東西嗎 氧氣瓶 氧氣瓶 好不好 幫我準備氧氣瓶 就是我們每次 消灌的那個 對 你都吸一下 純氧 你幹嘛哭啊 壓力太大了 又被弄哭了 我從來沒罵過你 今天而已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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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我要被罵了 我要被罵爆 完蛋了 但是我酷不是覺得 我覺得自己很可憐 我只是覺得對自己超失誤 第二季開始沒有多久 又開心一下 又一直鼓底鼓底的感覺 我曉得這個是不是因為 你覺得自己很可憐 我只是覺得對自己超失誤 第二季開始沒有多久 自己還是多多少少有點在意 可能網友怎麼說 或者是身邊的朋友 或是隊員們的期待過高 最後的關卡 有讓整個團隊的感情 好像變得更昇華了一點 可以住到好的地方 真的很開心 其實一整天下來都是 有運氣好的成分 也有微倒楣的成分 對 怎麼辦呢 我要好好加油 我跟你講 我想要以一個 過來人的經驗 跟大家分享 好 就是有時候卡關的時候 對 不要太自責 因為你越自責會越卡 越卡 越心煩 就是要調適自己的心情 但這個調適是在錄影前 就要開始調適 像我參加第二季之後 就是在錄影大概前一個禮拜就開始 那我現在會不會來不及 你就待會睡覺的時候 稍微好好放鬆 好好睡覺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對 你不要給自己壓力太大 好 親愛做盡力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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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